为什么说穷算命富烧香 这句话我们可能有的听过 第一呢 就是算不准 因为人他的智慧是有限的 真传一句话 但是就是遇不到名师 你也没办法 梦里传 仙人传圣人传 就是不传给你 福报运气都不够 智慧也不够 那没办法 然后呢 就是说人算不如天算 什么意思 这个算 之后他会变 因为 算准了 他变了 又不准了 还是等于算不准 这个天又不测风云呢 也有一些意外 这个除去意外之外 还有就是 这个 一些更为玄机 倒机的东西 有些人 你就是算不准的 前面我们几节课说过了 什么样的人算不准 你一起心动念 所谓根据你这个性格思维 怎么样 你的行为就怎么样 乃至于后续的命运就怎么样 那是只不过一个结果的现象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到时候 到地方 自然 就出现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你 算 只是做一个前提的参考 要不要算 当然要算 这种大的事情 你要特别的周全考虑 人生大事 不得不谨慎 有时候 什么情况下算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那就看 你 除此之外 那么 有些人 你不动这个念 那么 他的这个命运 也是不可测 很难测 以及 遇到一些什么事情 虽然有这些事 同样的人 他可能都会出现 同样的结果 但是到他身上 他就非同幻想 难至于驾驭了 这个五行之七 也 本来是凶 到他这 内化了 这个七化 运转 反而变成疾 都有可能 或者说是 压根 从来也没有 天道无疾凶 达到了这种境界 那么可想 但是我们后者说的这部分 那也是少数中的少数 大部分还是 都是 算不太准 甚至不如一个动物 人家一来 坐在你身上 摇头晃脑 怎么样 都很灵光 这些术法的方面 普通人 是达不到的 你要真的要用心 感觉闭目养身 有些盲人 盲派 真的 那种盲派 那么他的这个灵性会更高 用耳朵 用鼻子 用身体 也心灵 而不是 老是往外看 那所谓 腹的 烧香呢 就是心 有一层念在 进 金城的灵 金的有 与此同时呢 就是 比如说你烧败啊 在哪不方便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心灵 的感应 也是根本的根本 所以说 即使 有的人算了 跟没算 是一样的 你不会去 调整 改变它 那你就当于没算 但是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玩味一番 有 这个东西自然有它的用 有它正面的用 有它反面的用 看你怎么用 关键还是在你那个心